眼下想在红红火火的电影圈发展的除了吴奇龙 还有曾加盟多部中国电影的俄罗斯海豚鹰王子维塔斯 日前维塔斯空降温州和中国粉丝亲密互动 依旧是潇洒帅气的装扮 依旧是高亢嘹亮的歌声 当谈到自己在中国影视界的发展时 他更是一脸的兴奋 当天维塔斯乳香随俗 以一身喜庆的中国红亮相活动现场 而高亢嘹亮的海豚鹰 更是瞬间激起观众们的热情 而面对中国粉丝们对他的喜爱 维塔斯也偷套暴力 用现学现卖的中国话 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亲爱的朋友们 真心感谢你们的爱戴和关注 我爱你们 随着影片花木兰建党伟业的上映 和在各种综艺活动里抛头露面 维塔斯在中国已经拥有了不少的粉丝 随说之前出演的影片里都只是小客串 却让他萌生浓厚的兴趣欲罢不能 我非常高兴拍各种电影 喜欢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以下维塔斯又携手黄胜一 在电影《一夜成名》里出演一个国际巨星 和甜娃代表的中国西北民歌 产生精彩碰撞